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瑞萱 這幾天會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全台灣各地的天氣都不太理想 不過明天又到了週休假期 那我們就建議大家 這個禮拜可以到博物館去走走 因為明天就是國際博物館日 所以在台灣有許多博物館 明天都開放免費的參觀 甚至在北部地區就有台灣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 而且這兩個博物館還有24小時不打烊的博物 那在中部地區有自然科學博物館 南部地區有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而在東方部地區的話 也有就是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了 所以這個禮拜我們就來一趟文化之旅吧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天氣會是怎麼樣呢 甚至今天就是受到了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雨勢都非常的大 而且中央氣象局現在還在持續針對 中南部地區發布好雨特報 而明天的天氣跟今天都是差不多的 像是在中南部地區 因為對流發展的比較旺盛 所以這個雨下的都會非常的大 不過在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些空檔可以見到一點的陽光 但是只要這個雨一下下來 還是有可能會出現大雨的情形 而未來幾天都會持續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天氣不太穩定 大家出門可是要多加留意了 而在溫度的變化上面 明天全台灣各地的溫度都是非常的熱 只有在下雨過後 天氣才會比較涼一些 那明天全台灣的高溫都會在30度以上 所以那麼悶熱的天氣 大家出門在外也要多多補充水分 接著我們就來關心到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溫度是24到31度 降雨機率是40%到50 中部地區溫度是24到31度 降雨機率是40%到50 南部地區溫度是25到30度 降雨機率是40%到50 東部地區溫度是24到31度 降雨機率是40%到80 而外島地區溫度是22到29度 降雨機率是40%到50 那明天呢就是受到了封面逐漸接近的影響 所以全台灣各地都還是會有下雨的狀況 尤其是在西班部地區 要特別注意會有雷震雨的情形 而各地的天氣都是比較悶熱的 所以大家出門也要多多補充水分 那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氣預報